现在是植树的好季节 县议员赖燕雪 每年植树节都办理发放树苗活动 日前特别在平和国小旁的空地 办理发送树苗活动 今年发放的树种 有樱花、茶花及桂花三种 深受民众喜爱 最近这几年呢 因为空气麻害相当的一个严重 也影响到国人的健康 所以燕雪在最近这四五年来呢 每年都举办这个树苗发放的活动 透过这个树苗发放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县民能够有这样子 一个绿能的一个概念呢 透过种树能够让我们的空气品质好 同时也能够美化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大大的提升 那么这一次非常感谢 我们环保局的一个大力协助 还有我们农业处 我们的这个苗圃呢 也栽种了很多的树苗 那么我们今天所发放的树苗 有我们的樱花、桂花还有茶花 这三种树苗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县民 经过民调以后最喜爱的一个树种 喜爱种花、种树的民众 大牌长龙等候发送树苗 有民众甚至表示 连着三年的时间 都来排队领取发送树苗的活动 他并感谢赖议员 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他非常有心 因为每年的植树节 他都会举办挣花的活动 我已经连续参加三年了 前年拿了一个桂花跟海啸 去年拿了两颗樱花 虽然我今年也拿到了两颗樱花 但是我还希望说能够换个花种 拿个茶花 因为家里也种很多花 非常的喜欢吃 希望说能够跟着赖议员 响应这个爱地球的活动 有鉴于南投多土石流灾害 赖燕雪议员希望借油活动 让大家多种树来翻转观念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南投县土石流相当严重 我们透过种树苗的一个观念 能够做一个翻转 过去都是我们檳榔树 因为檳榔树的一个树根 没办法伸直 没办法对我们的水土 保持尽一份心力 所以今天选的树种 也特别有意义 那么燕雪希望说 藉由这一股力量的一个散播 能够将我们的观念翻转 为我们地球尽一份心力 三月份正是植树的好季节 透过发送树苗的活动 希望能达到家户都来种树 绿化环境 也进化空气品质 爱护地球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导